今天咱们找到一个地方来钓年庸 钓点是个老钓点 大家看到 都是钓年庸有下的带着 但是我来的时候一遍都没有 估计出鱼不怎么好 还是想试一下 因为这两天除了年庸以外 没有其他的鱼好钓了 年庸也不好钓 现在开了 最好用个大盆 用两杯 有的钓有一天 用这个饮料可以用五六包 我最多两包 两杯饮料加一杯饭 我们如果说是甩大鞭的话呢 两杯人要加一杯的水 我们能够不甩大鞭就尽量别甩大鞭了 这个甩大鞭形成习惯之后 它到哪里它都要甩大鞭 所以大鞭抛不出去 所以说我们这个抛肝还要练习 反正我呢 正抛七米二是我的颈线 再长的我也抛不了 浮飘的钓年庸我都是调全木 只要是说 差不多吃些量在六克以下的浮飘 都可以调全木 就是说调到这个飘间这个位置 上面不管它有多少木 我们不用管它 把它全部露出来 然后掉多少木呢 那就看我们上的饮料的大小 我们饮团上的大一点 也叫的低一点 饮团上小的呢 就叫的稍微高一点 其实这个都没关系的 我们把这个吸好水的饮料 就把它搞入 换一个 你看我钓年用的特别喜欢用这个盆 用这个盆它可以在这边吸住 这个它不掉 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 或者是抢肝脏 或者是溜鱼的话 不小心把它碰到水里去了 这个就碰不掉 今天用的是四加三的县主 然后呢 13号的一肚沟 钓的不是很深啊 差不多一个挑 两个挑的这个加一个直线的距离 差不多有 五到一米五 肌肉 我像头猫 二重的侧 现在就要半个了 泡立了 五四 就要半个了 一横 咱们 同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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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